本總隊於111年7月2日上午8時40分 接獲情務中心通報 位於我們華林港14號碼頭停靠港內作業船 作業人員發生意外死亡案件 經本刑警隊前往勘察 該作業船系載運大理石至華林港 載油吊車以染繩 吊掛至碼頭處 因吊掛大理石石塊作業時染繩 搖晃後 斷裂不慎壓制船上內工作人員 案發後 立即通報 我們內政部消防署 華林港務消防隊救護人員 華林港務消防隊救護人員抵達現場 已發現死者命前死亡 本案已經報清台灣華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 令通報華林港務分公司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人員抵達現場勘察 全案三代偵查 李清聰